大家好 我是阿澤 話說有一天我和我媽一起看以前的照片 發現原來我和譚詠麟有幾張合照 原來當時我和朋友吃飯坐在旁邊桌上 我們朋友和他拍了幾張照片 我想我忘記了 大約幾張 當時還很高興 因為我媽以前都很喜歡他 所以我從小都聽開他的歌 但到去年我們全家都知道 原來他是一個是非不分 苟不能答白的傻樣 和這些七姑鹿拍過照片 基本上這個污點是比我還差 不敢屌他 先進正題先拉遠了 一定越趕越遠 我媽就看到我和他這張照片 勾起了他的回憶 我媽就記得原來床底 就有幾本譚詠麟的寫真 他就說要丟掉了他 我就問我媽媽 我媽媽你這麼重口 收到譚詠麟的寫真是什麼玩法呢 我媽媽就解釋 原來是譚詠麟年輕的時候的寫真 她就說以前的寫真 譚詠麟年還是年輕的 不是現在的樣子 又有幾個重口呢 我就反問我 我說沒有理他 感情這些事情很難說 我媽媽說是就是 她說是就是 隨便吧 沒有所謂 之後他在床底 就掙藏了多年的譚詠麟寫真出來 一路掙一路在罵 又說他黑白不分 又說他垃圾 又說不知所謂 又說要丟掉他的寫真 這個時候 我腦突然靈光一閃 喂丟掉了他那麼浪費 不要浪費了 不如廢物利用 嘗試一下 之後我就在想 我想了三個方法出來 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 有一些你很認真的人的寫真 想丟掉了他的話 但是呢 我想一想 你不要丟掉了 你不如想想怎樣支持環保 以下就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就是拿來攝桌腳 或者攝櫃底 有時候櫃好像櫃⋯ 不就要搖來搖去 summs要做 mów 不要扯百研 你便放一點寫真 在頓住 不要動來動去 就rio了 用上枱腳 或者掃櫃底 是不是不能高 第二個方法 就是將幾本寫真 又貼膠紙 是將牠粗 放到一塊 類似擋門手 擋門手 muit contract 在用於攝氣的鐵囂 和屋企木門之間的縫位 就是用來擋走走廊不會有人洗地 就是擋走洗地水 讓水不要散入屋 再不是用來擋隔離屋燒衣 燒完衣拜神的灰 讓灰不要吹入屋 都是相當好用的 第三個方法 就是將寫真 用來墊鞋 怎樣墊鞋呢 就是將寫真放在地上 然後放一堆鞋上去 因為有時候鞋子 你不想放入鞋櫃 你鞋櫃又開又生又要拿出來 煩惱要搞一大輪 有時候不喜歡 又喜歡直接放在地上 但你放在地上又污租 現在你放些寫真 可以擋一擋 不會弄污在地上 又方便 就完成了 三個廢物利用的方法 我都介紹完了 其實廢物都有它的用處 講到這裡 順便握一下留言 如果各位網友 有什麼廢物利用的方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 尤其是廢物利用譚詠倫的寫真方法 歡迎告訴我 可以留言 今天廢物利用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分享上Facebook 給身邊的朋友 當作支持我們 也好什麼都好 差不多了今天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網友 拜拜